到目前為止,香港並沒有出現過和武漢有關的嚴重肺炎個案 特區政府採取的應對措施有三個重要的原則 一個是迅速應變,第二是嚴陣以待,第三是公開透明 所以我們一定是不會鬆懈 得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安排 特區政府已經派了代表前往武漢了解 武漢在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的情況 他們採取的防控措施和一些臨床的處理等 代表團將在今天晚上完成考察回香港 我已經要求食物及衛生局在代表團回來之後 盡快召開專家會議 今早我問陳肇始局長應該明天早上就盡快會召開這個專家的會議 之後就會向市民交代最新的情況 由於本港流感季節的來臨,加上農曆新年相信旅客會更加頻繁 所以大家都需要加倍小心 我已經要求各有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加強在幾方面的防控工作 當然第一就是港口衛生清潔的設施和監察的設施 我希望各界我們也作出了通知 包括旅遊和酒店業的朋友在長假期的前後的高峰期 要特別注意和採取衛生署有關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也都要留意旅客的一些健康的情況 至於在各大學,因為已經開課了 可能有一些學生去過內地,然後回到校園 也都希望各大學來加強這些預防的工作 我希望市民也都不要掉以輕心 我呼籲大家持續地注意個人和衛生健康 希望我們共同來做好這次的防疫工作 有些特色的情況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全部控制時的情況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